最近,Vivo发布的旗舰机型Vivo X惹出了一个大麻烦,这款手机为了真正做到全面屏而不溜刘海,设计了生效式的前置摄像头。 用户在自拍的时候,前置摄像头就会缓缓升起,拍摄完成后又会慢慢的缩回去,听起来不错吧?实际的效果是这样的。 然而,又使用Vivo X的网友发现了一个问题,在使用这款手机时,明明没有自拍,摄像头竟然会升起后,然后再默默的缩回去,难道是手机坏了? 最后网友发现,在使用一些拥有相机权限的APP时,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第一款被用户发现会悄悄调用摄像头的应用式Telegram。 有用户发现,这款诞生于俄罗斯的加密聊天软件,在全球范围拥有超过两亿用户,号称最安全的聊天软件。 在打开进入聊天页面时,Vivo X的摄像头会自动升起,但短暂停留后又自动降下。 注意手机上方的升降摄像头,图片来源,Pingwest,Pingwest做了一个测试,常用的几款APP,比如微信,支付宝,淘宝,京东,都没有出现不该升起的地方升起的情况。 不过,一款国民级的应用QQ浏览器吃中招了,在QQ浏览器搜索任意经典门票,点开详情页,QQ浏览器会跳转到形成APP。 在跳转的瞬间,Vivo X的摄像头会迅速的升起一半再降下。 是,想一下,你正在望我的玩者手机,且明明没有使用到相机功能,此时摄像头突然自动升了起来。 你什么感觉?消息一出,立即引起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,细思忌口,还有这种操作。 所以获取这些权限的手机软件,任何时候都可以偷拍我们,看样子必须找个东西把摄像头遮住了。 那么,事情的真相是怎么回事?是一些流氓APP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,亏是你的意思,还是Vivo X手机本身存在问题? 对此,QQ浏览器产品团队发布回应解释称,Android本来有两套API来操作摄像头,其中有一套不需要打开摄像头就可以获取摄像头参数。 而另一套需要调用Camera,Open这个函数才能得到摄像头参数。 由于前者的兼容性存在问题,QQ浏览器用了后者的API,是不是没听懂? 没关系,招注重点就行,QQ浏览器团队承认了安卓在QQ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时存在法案摄像头的情况,是为了满足这些网站相关功能使用读取摄像头参数。 不过,QQ浏览器团队强调摄像头并非QQ浏览器主动调起,也没有开启摄像头,更不会进行开启拍照、摄像等动作。 据腾讯科技报道,对于用户所反馈的问题,QQ浏览器技术负责人为小海表示,鉴于目前浏览器的实现机制,为了避免给用户造成物件和困惑,QQ浏览器将对这一单前企业进行优化。 在新版本中只有用户授权,才会允许网站查询摄像头参数信息。 细思极恐的是,因为此次Navon X采用升降摄像头的方式,这些悄悄访问手机前置摄像头的APP才被曝光。 而在升降摄像头出现之前,这些APP开启前置摄像头的方式更加隐蔽,甚至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,前置摄像头就被打开了。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,一名资深的技术专家告诉记者,如果不是手机的特殊设置,用户几乎无法改之APP在后台调用权限的行为。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,APP定时调用摄像头,是否是业务必须还是全线滥用?用户是否充分知悉? 上述技术专家表示,因为企业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,APP全线滥用的情况突出,用户可知可控的体验非常差。 对待隐私问题,许多厂商往往已合规,回避法律风险为目标,缺乏真正保护用户隐私的决心。 当然手机厂商也应该负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,要求APP在调用摄像头的关键信息都是要取得用户授权。 6月29日晚间,迪文宣布升级手机软件版本,优化了对第三方应用APP调用摄像头的判断逻辑,增加了在出现潜在不明确调用行为时,向用户弹出窗口,进行二次确诊授权,优化了对第三方应用调用麦克风的判断逻辑,增加了在出现潜在不明确调用行为时,通过闪烁状态栏,向用户发出提醒。 进行二次授权确认,另外,用户自身也需要提高隐私安全的意识,比如有些工作环境和内容,对保密性要求特别高,注意关闭摄像头等功能,美金编辑和小桃美日经济新闻综合腾讯科技,Beanwest,南方都市报道本文转自美日经济新闻NBDNEWS1,别了,支付宝,微信支付坦着赚钱的好日子。 二次金中心股东会,总裁称武器技术三个领先,读董家新12万遭板队,三,新版个税帮你一算,月薪一万少奖六成,就当薪酬能省多少,存在这张表上的四,心酸,是值层达1300亿的巨头,近在大巴上开股东大会。 网友,载入史册。